我的建议是咱们就别互相带老师这边 对对对 咱就直接说名字就可以 要带羊带 带羊肉 相信科学享受生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光顾着吃 我是非常爱吃烤鸭的杨光 我是一位建筑师 视频博主 极为酒爱好者野生厨师 你可以在bilibili 微博 微信视频号等平台 找到我的内容 为了做这档播客 我找了一位搭档方舟 大家好 我是方舟 我平时其实是一个音乐博主 我其实做一档音乐播客 叫周末变奏 但是这一次我决定 我来个主动跨界 跟羊光来搭班 做一个围绕着光 顾着吃 这么一个话题 就是做一个播客 这是我们的第一期 我觉得第一期是一个 还是一个挺有仪式感的时间点 所以我觉得杨光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心路历程 就是怎么想着做了一个播客 我其实还爱听播客 我从美国的时候就一直听各种podcast 因为当时坐地铁上班 然后所以就路上都得站着 然后你书也没法拿 一只手拿书太难翻页了 所以就发现听播客是一个很好的路上能够有效利用时间的一个方式 所以当时就听了很多播客 也一直梦想做一档自己的播客 然后现在就是在美食方面会做一些视频内容 但是其实视频是一个非常 就是节奏非常强的一个内容形式 就是你没有办法什么东西都聊 因为那样可能就是太慢或者说太拖沓 所以就是为了做美期内容 我会可能做的研究和一些实验 调研和一些阅读 其实是挺多的 但是有些内容其实不太适合 或者说就是没有契机 放在视频里跟大家分享 所以就琢磨着说做一档播客 然后这样就大家以唠嗑的形式 就可以把一些已经做的功课不要浪费掉 也产出一些内容 所以就想做这个播客 做菜的边角料再炒一盘 就这意思 对 我在餐饮和美食方面是非常平凡的水平 但是我有特别多的热情 我决定来跟阳光一起做播客 很大一个原因 是我觉得跟阳光 还有阳光老师的朋友们吃饭特别有意思 所以我就说这个播客我要做 我觉得就是把咱们餐桌上聊的一些事 搬到这个studio来聊 其实就挺好的 就是一个漫谈式的播客 然后我们之前也有一点点讨论 就是关于光顾着吃这个播客的第一档 第一期节目 我们聊点什么好 就是对 这期主要想聊一聊北京烤鸭 我其实对这播客的想法 就是每期想聊一些比较具体的内容 就不要做那种太泛的讨论 我觉得大家也不会愿意听 那么在我最近做的这些视频的内容里边 烤鸭算是探电力的一个主题 探电力 对 而且烤鸭是一个我很多年都很喜欢吃的一个食物 我觉得也是在现在这个阶段 算是正好有一些行业内 有一些新的变化和进展的一个时候 也非常适合去讨论这个话题 所以今天就主要想聊一聊烤鸭 然后为了聊这个烤鸭 也请到了特别特别爱吃烤鸭的好朋友 宇谦宇杰 也是一位著名美食博主 欢迎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宇谦宇杰 宇谦老师的这个之前的光辉伟业 我其实以前也不知道 都是最近知道的 也是看了他那个最近 跟某一个汽车品牌合作的一个小节目 旧匠 对 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 然后我跟阳光和宇谦也一起吃过两顿烤鸭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虽然我不是特别懂 但是我也有一定的参与感 我们这期节目就说说北京烤鸭这个事情 然后可以在这个各个视频平台上关注一下这个阳光的这个账号 以及宇谦宇杰老师的账号 谢谢 我只有没什么账号 我就想了想北京烤鸭这个事吧 你知道我想到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就是那个CBA男子篮球联赛 你记得有一个时间段 就是大家各个地方的队都以这个动物 作为球队命名的那个阶段 不知道 没印象 早些年 北京是烤鸭对鸭的队吗 北京鸭手钢 北京鸭 这是卖人的话 你们没看过这个阶段吗 是早些年 我印象中是什么上海大鲨鱼 大鲨鱼 上海哪有鲨鱼 上海大鲨鱼 南丸 没印象了 广东华南虎 你们居然都没看过这个事 我本来也不太关注这个篮球 其实我也不太看篮球 但是我就对这个阶段印象特别深 什么八一火箭好像是唯一一个跟动物没有关系的球队命 所以我当时就印象特别深 就是什么华南虎 大鲨鱼 鸭手钢 鸭手钢 还是听得像骂人 我当时就觉得 能让一个城市的篮球队命名的时候 就像一个就带有吉祥物色彩的这么一个存在 我当时我不知道这事跟真正的烤鸭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我就觉得鸭肯定在北京是一个特别不凡的一个 哪可不 你骂谁不得骂 是 但是我不太知道北京烤鸭的历史这方面的一些传统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显然阳光做了好多功课 为了自己烤鸭谈点的系列节目 其实也不是为了这期节目做功课 本来就喜欢 实际上北京这个城市作为一个标准的美食荒漠 能拿得出手的就是烤鸭算是就是最最好的能够上台面的这个菜了 所以就是这个烤鸭的源流就确实是很好奇 然后所以在很久之前其实就研究过这个事情 但是就是实物的这个历史 其实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一个概念 就有很多的这种传说呀故事啊 就是真正有文献能够考证的这种历史 其实是相当少的 北京烤鸭也其实也不例外 所以呢就有很多的说法 比较靠谱的一个啊 我认为可能是就是说 它是跟着名城祖诸地从南京来的北京 因为南京其实是一直很爱吃鸭子的 包括南京大家都知道盐水鸭 然后有各种什么鸭血粉丝汤等等 还有一个叫做南京的这个烧鸭 金铃烧鸭是烤了之后 浇上酱汁吃的一种吃法 这个我没吃过 对 但是其实不知道 我就我不知道明朝的时候 是不是有这个这道菜 那么当然传说就是名城祖诸地 因为他不想在南京待 因为觉得这个地不是他的这个城市 他要回到北京 就是回到这个燕京 燕京这个他的根据地 因为他是燕王 他要回到这个地方 就是他把建文给那个之后 要回到北京 然后所以就直接迁回来了 迁都之后 据说是带回了一些南京的 可能这种吃鸭子的文化 然后就又可能随着这个历史 然后跟着一些北京本地的 一些鸭子的品种 做了一些结合 慢慢演化出的这个北京烤鸭 但是这个故事 就是没有明确的一个历史记载 没有人写什么北京烤鸭列传 都是都市传说 挺像江湖传说 还有一个据说是什么 当时女真人打猎 然后打了鸭子又烤着 门前打脚下 游过一群鸭 24678 打猎这个我感觉也不太靠谱 因为烤东西吃这个事 是很常见的一件事 就人类最早的一个烹饪方式 就是烤 因为主其实需要一个 有密闭性的器皿的 所以煮其实是比较靠后出来的 最开始就是烤 就你直接把一个肉放在火上 它不就烤了吗 对 就是那种露天之下 就是也可以烤 但是你说你拿着鸭子烤 跟最后能形成北京烤鸭 我觉得这不是一回事 你不能说我们历史上有人烤过鸭子 所以我所有的烤鸭都可以追到那 因为它不是一个有传承的事 所以这个我感觉是不太靠谱的 然后另外仔细老师说 好像有一个从开封 开封的这个做法 因为好像是有一种说法 是说这东西从宋代就有 说宋代也有吃这种烤制鸭子的习俗 然后是东京梦华路 还是虽然士丹里边有提到过 有一道菜就是跟鸭有关的 他们说那个菜可能是烤鸭的祖先 OK 我是听说有一个特别残忍的一个传说 就说一个根本 把鸭子活的鸭子 然后放在鸭长的内容 不是 就是说他找了一个铁网 下边生了炭火 然后把鸭子活的鸭子 就放在上面 然后鸭子 跳舞是吧 他就会来回跑 然后说他渴了 你就在边上摆上什么五香 放入汁 什么酱油之类的 鸭子就喝 然后就入味 然后慢慢的就烤死了之后 把皮一拔就是 但我觉得这不靠谱 那瘦着不均匀 而且他就跑了 他肯定就跑了 除非他搁到缸里 我觉得鸭子出不来 也许还行 你觉得不靠谱的原因 竟然是因为瘦着不均匀 就是他出来 我觉得不会好吃 因为你不拔毛 他烤的是毛 你里边的那个皮 我觉得不会变脆 是 这鸭脚鲜烂了 对 就是他从下瘦着 他就不匀 反正我觉得 从人道主义角度来说 我首先很难接受 这个故事的想象 因为我也 而且他没有去哪层 怎么能好吃呢 对 这个听上去就很像一些那种菜 就是让动物先吃个什么东西 然后弄死它 然后把胃取出来 然后那种半消化的食物 就 那这个不就是吗 鸭子要喝什么带酱油 五香粉的汁 那其实就是死了的时候 那些东西还没被消化 还在胃里 根本没法进到味的 没法倒肉里边 对吧 听上非常像那种 就是你知道红楼梦 有很多书写上的菜谱 就是不一定要能实现的东西 对 就是因为 曹伟琴他不是一个厨师 我觉得他有一些菜是想象的 包括金庸也是 金庸他也想象了很多菜 后来香港的那个 庸 什么来着 庸记 他们有 我记得有一年推出了一个 就是说什么 金庸小说里的菜式的一个菜单 就什么24条名誉 也完全是一个密集恐惧症 会降 灰兔的一个菜 就是他描述的很牛逼 什么若有若无的内功 把豆腐切成圆形 但酿在火腿里 对 特别丑 那个东西出来 就文字上听得好 但实际不好 听着特别像连碰乳 马下巴 对 我们接着 接着就是 来回烤鸭 主要是 咱还是对用一个人道的方式来处鸭 烤鸭 那个甜鸭也挺不人道的 说到甜鸭倒是 好像做鸭肝也是需要有甜鸭 对吧 对 因为需要让它吃很多很多的食物 然后才能产生肥肝 就是有点催肥的意思 对 因为你让鸭子自己吃 它吃饱了就不吃了 强行脂肪肝 但我一定要让它吃的更多才行 但现在养鸭 好像已经不是完全那样的一个方式了 得看吧 得看 我其实认识了 就是给大董 盛永兴他们供鸭子的一个公司 我打算过段时间去他们那 实地采访一下 对 看一看到底是怎么样的鸭子 看这个甜鸭式教育是怎么来的 对 其实我刚才也对这个事挺好奇的 像刚才杨光说到 不管是从南京 还是宇强老师说 从开封 传的好像都是做法 但是像比如说北京产不产鸭子 这个事情 我其实一直都不知道 百洋店 有鸭子 这个确实有 百洋店 所以北京烤鸭对鸭子的 比如说什么品种 有要求 它要求也是什么 多少天 股四 现在北京的鸭子 基本都是45天 45天左右 不会再有那种所谓散养的 走地鸭 走地鸭应该不好吃 我觉得不太适合考 其实从养殖这个行业来说 不大建议走地鸡之类的东西 因为你很难控制 它到底吃了什么 散养的东西 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不知道它吃了什么 可能是好的 但很有可能是不好的 所以你集中的 统一的配置的饲料 至少你能保证 就是这东西可能吃了 营养相对坚衡一点 而且之前大董 不是在纽约也开了一家店吗 我记得他们好像是 拿了北京的鸭肿 到美国在育肿出来了 就是最接近北京的鸭子 我记得好像是这样 大董纽约不知道最近怎么样 早就关了 关了 据说之前是刚开业的时候 在网上看到那种 恶平无潮 对就是特别差 当时有说哪方面 就是整体的崩 对就是你在 就是说楼上大董那桌 就因为它开业 它请客 就没问题 但楼下什么人都吃不上鸭子 什么上菜 说楼上楼下好像还不一样 楼上卖的是那个testing menu 然后底下是那个a la carte 就你可以单点 然后说价格能差出反正三分之一还是多少 反正有一个价差在 就是同样的东西 有一个非常大的价差 对 然后你知道西餐 它不是后这个餐前面包什么的 然后他们的那个餐前面包 就是馒头馍老干妈 然后有留学生去之后 就说真的是老干妈 刚好在超市买的老干妈 一模一样 甚至都没有再调过味 非常authentic 对 那就是烤鸭这个事 北京烤鸭这个事 就是说它还有什么 比如说什么地方菜的这种风格 就是做菜的风格 卤菜嘛 去影响吧 就是最 就是能考证来最近的 其实就是从卤菜进间开始 对 就是说北京菜其实在中国餐饮的分类上 属于卤菜的这个一个一个旁枝 就整个北京菜其实就是卤菜 所以你看很多的这个可牙店里 或者精菜馆里 你能吃掉什么遭流鱼片 什么乌鱼蛋汤 这些都是非常传统的 九斑大肠 这些都是非常传统的卤菜 而且属于是这个济南官府菜的一个范畴 卤菜分就是济南官府菜和交东 这个什么海鲜 海鲜 所以就是北京菜也是就是受卤菜影响很大 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有卤菜进京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过程 就很多卤菜厨师就来北京 据说全聚德最早的这个好像一批厨师全都是山洞人 就是山洞人 对所以为什么烤鸭的有这个卷饼 然后里边放葱 这个其实都是就包括甜品酱 这些据说这些都是卤菜的影响 但是这些就是同样考证起来比较难 但是我觉得就是能看出来这个影响 对就是从常识上来说感觉说得通 对 那你知道说是从法国传来我也信 法国吃大葱吗 就是至少他有巧克力酱和可丽比较 对 所以就画风就变了 对烤鸭是个fusion菜 他还fusion哪了 南京 南京 广州片皮鸭也可以 我看到一个说法是片皮鸭也认为是从金陵传过去的一道菜 是好像是有这个说法 所以就是综合来看的话 就是大概率南京才是鸭肚 反正至少现在是 是吧 不是说没有一只家禽能飞出什么南京的 活着飞出南京 对 我觉得任何城市家禽都飞不出 你说广东鸡飞不出 南京鸭飞不出 广东那是鹅也飞不出 所以 人类的天堂就是什么秦类的地狱 不过就食物考据这点其实很难 就因为它在落地之后就会变 然后变完了之后 它又可能又到下一个地方 就是几经周遮之后 你很难再说 现在的北京烤鸭跟南京的鸭有什么直属的观景 甚至说你说跟开封有什么直接的观景 我觉得都很难说 反正我们现在就说是北京烤鸭 我们就当它就是一个北京的菜 因为食物的 就是食物其实对于人类来说没那么重要 对 就是不会有历史学者在当时专门记载食物这个事 所以导致一般食物考据都是从一些 极光片语中去找一些小的东西 比如说有的时候一些什么什么哪次宴会的记录 然后就发现说有什么菜才知道当时吃什么 或者才有没有什么做法 所以就是非常的难 因为古人也不太愿意写食谱 主要是厨师都没什么文化 不会写字 对写字的人又君子远刨厨 对 这个不止中国 就是西方整个的历史都是这样 包括所有的酒类这些的历史都是很难考据的 所以我做鸡尾酒那档节目 本来我是想说多一点历史的因素 但后来我发现太难了 因为你要把这事说清楚 就是你需要说有这个说法 但是它可能有什么问题 然后怎么怎么样 就是这类内容就比较适合在播客说 就太暧昧了 大多数的考据的内容都太暧昧了 尤其人喝了酒之后又经常记得混了 所以很难 你说这可能播客也不是最适合的 可能写一个论文 做一个文献综述比较适合 对这倒是 这是老本行 反正烤鸭就是那么几样东西 对吧 有一个鸭子被骗了 然后那个 被骗了可爱情 无知少鸭 对然后 也上网 然后就是甜面酱和葱 然后饼 然后其他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 然后每一次问什么鸭架是什么 干边还是做汤 我就 我一直很怀疑 焦芽还是做汤 对焦芽还是做汤 我就总觉得 你真的是拿我们这只鸭子的骨架去做的吗 不是的 就是餐厅会跟你明确说不是 是大锅的 对 就是汤的话肯定不是你这只鸭子 焦岩也不是 一般也不是 反正就是给你相对应的相匹配的这个份 对 就可以了 对 就是一般说什么 什么焖炉烤鸭 什么挂炉烤鸭 那个有什么区别吗 那算刘派吗 对 一算刘派二也是衍生 应该是最早持有焖炉 就只有焦仪坊做 然后挂炉是焖炉的分支 对 就是说焖仪坊应该是一个 就历史很久的店 好像说是400多年还是多久 就是反正非常久的一个店 然后说是大家对于焖炉的这个方式 做了一个 不知道改良也好 还是改变也好 就才衍生出的所谓的挂炉 那焖炉是怎么 扣着盖什么 焖炉其实就是根据描述 包括我还看了一个编译坊 好久以前拍的一个视频 就是焖炉的意思是说 我先把这个炉子烧热 烧热之后 就是相对炉子本身是一个热源 然后我再把鸭子挂进去 我把炉盖关上 然后这里边就形成了一个热的环境 然后利用这个温度把鸭子烤熟 就跟你烤牛胸一样 那个是烟熏 但是焖炉其实跟一个oven是一样的意思 它是一个没有明火的一个dry heat 一个干的热源 低温慢烤 低温慢烤 类似这个意思 所以据说焖炉 关着门的 所以叫焖炉 据说焖炉的皮儿可能没有那么酥脆 然后但是肉应该是更多汁更嫩 这个才是所谓的焖炉的一个优势 更juicy 对 然后挂炉 就是炉盖开着的 然后你看它就是在那烧柴火 然后里边挂着鸭子 这个就是所谓的挂炉 所以你现在看到所有明炉烤鸭 那都是挂炉 听着跟烤披子 就是用果木 就有一些果木的香味 然后现在应该是只有便衣坊做焖炉 然后其他的流派全都是以挂炉为主 对 基本都是全聚德开枝散业出来的 对 因为好像我记得是说便衣坊的规范 就也不是规范了 就是以前门规很严格 就不允许外流这个技术 OK 所以就是全聚德的人 反而就是比较散的比较多 对 我觉得你从这个结果也能看出来 就是闷炉烤鸭 现在只有一家在做 而且这个品质 就是非常的堪忧 我为了录这期播客 昨天晚上特意叫了一个编译坊的外卖 怎么样感觉 油吃了一嘴 对 就是现在的闷炉 你就会看到它优势没发挥好 然后劣势就被放大了 就是你跟现在的 就是现代技术出来的烤鸭在比 闷炉的优势已经不是优势了 你现在挂炉也能做到非常的 就是压胸那块也能做到非常的多汁 软嫩都可以 但同时你皮又够脆 闷炉根本就达不到这个状态 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 就是你在强调闷炉和挂炉 其实是一个商家的噱头居多 因为比如说你去看小大董 甚至现在很多大董 他都是用特制的烤箱去烤 都是电烤箱 对 都是电烤箱 甚至都是电烤箱 对 他已经不去讲什么果木的香味之类的 果木的香味 其实在烤家里本来就不是一个主味 我觉得就是这个冒一个大不韦的话来说 就是所有的这种明火烤的东西 就是木头的香味其实比较淡的 因为你没有经过长时间的烟熏 你是带不了那么多的木头味 而且你完全就是烤箱 是可以通过别的方式去带木头味 你可以加个小的烟熏盒等等 就是他其实能完成这个事 或者你腌料里边加一些 对 它是OK的 或者什么liquid smoke 都有这种东西 泥煤你想要都可以 你现代的这种电烤箱 本来就是一个没有明火的一个烤箱 对 那它跟焖炉 我觉得没有区别 所以你为什么强调说 这是挂炉 这是焖炉 我觉得没有 电烤 对 这是电烤烤压 赛博烤压 所以我是觉得 变异坊这个店 可能需要做一个比较大的改良 才能跟上这个时代 因为光靠强调自己焖炉 什么这种历史 传统 就是你看狗部里的 血泪的教训 就在眼前 这些老字号 就是应该把自己的 手里的活 好好的打磨一下 要不然 肯定会被新来的 这些餐厅淘汰的 因为大家是吃好吃的东西 不是 你单纯吹自己的这种 什么历史和名号 这个是走不远的 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 我不太知道 全聚德跟编译坊 他们是什么关系 是有一个 我记得好像是师承关系 也是师承关系 你叫什么 全聚德 好像是从变异坊里出来的 但是他改良了技术之后 自成一派 自成一派 刚才雨前老师提到了一个事情 我觉得也挺 怎么说 挺好玩的 就是烤鸭的配料 烤鸭的配料 这个经典的东西 我觉得大家都记得 就是大葱 黄瓜条 细黄瓜条 然后甜面酱 然后还会 表 对 饼 烧饼 对 烧饼也遇到过 这点我是有非常强烈的一个态度的 就对于考鸭的配料 我对餐饮其实是非常开放的 但对于考鸭 一到这时候就原教室 对 对于考鸭这件事 我非常的原教室 这是一个可能 掺杂着个人情感 以及对于味道的这种喜爱 然后所产生的一种情绪 就我认为核心是甜面酱 然后大葱 葱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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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和黄瓜条 而且是去然的黄瓜条 去然去皮 对 去然去皮 它是一个黄瓜肉 它没有里面黄瓜肉 对 是这样的黄瓜条 然后这三种是属于 我认为是核心配料 然后饼 当然是另外的一个 就是饼是另外一个范畴 我认为饼不算配料 它是另外一个 然后蒜泥和白糖 蒜泥 蒜泥是蘸鸭小胸那条肉吃的 它只有这一个功能 就是蘸那一片肉吃 然后就是白糖 白糖是用来蘸皮的 蒜泥我都没有印象 我都没有印象 大董有一块白白的 它那个是拿料理机打出来的蒜泥 不是那种压出来的 特别细腻的蒜泥 所以就是这些我认为是 有且仅有的关系 就是必须有这些 而且只能有这些 一听杨国老师这个话头 感觉就是 要开盘栏 肯定有一些餐厅 在这方面自由发挥了 对 就是我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呢 你遇到过什么奇葩的 首先大董他就会给你上 哈米瓜条 哈米瓜条 我觉得哈米瓜条 我可以作为餐后的水果吃 还有金高条 对都有 然后金高条 就红的金高条 有一些腌过的山楂什么的 然后还有一些咸菜 我不知道是干嘛的 我没问过 我也不想看 我也不想了解 哈米瓜条说实在的 我觉得我还勉强的接受 就是你可以餐后吃 但还有他们什么那种 跳跳堂的 这种 就是这种叫什么 就叫妖艳见货 他们有没有一个 比如什么官方指南说 告诉你 我们建议跳跳堂放哪 或者是跟谁搭 就是拿代替白糖 代替白糖 就我认为 对于鸭子的创新 就是对于卡拉斯奥赛的创新 不应该停留在这种 就是你给一个养娃娃穿衣服打扮的一个 这挺表面的 对 特别表面 就跟加干冰的效果是一样的 对 一样 就是你不能用这些什么 这种添加的方式 说我去改善烤鸭 或者说我去让这个菜有一个进步 我觉得这是一个餐饮中特别低级的手段 就是只是一个噱头 所以我非常不齿 对 这个不止在餐饮中 我觉得在别的行业 在音乐行业都一样 就跟在加冰果里加辣条是一样 对 一样的 对 我认为怎么叫改善烤鸭 就是比如说咱们可能一会要聊到的 然后已经我们探店拍到的 大董的苏不逆5.0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你去怎么改善烤鸭这道菜 你去一定是去改善烤鸭本身 你要么改善鸭 要么改善烤 就是当然你鸭本身有它的养殖和准备工作 然后烤有烤的这种 比如说温度过程方式 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改善烤鸭 而且我觉得苏不逆5.0 的确是有一个比较牛逼的突破 当然大董没给我钱 而且就是你接着往下听 肯定知道他没给我钱 因为我会骂 但是这点我们不吹过黑 就是该夸我们就夸 该喷我们就喷 咱是又吹又黑 对 两头都不老好 是 客观中立 对 所以我认为就是你吃烤鸭 如果店家给你上这些东西 基本已经可以明确 就是他对于烤鸭本身 不会花特别深的心思 去做 包括那个饼 给你上一个五颜六色的饼 什么绿色的饼 添加各种蔬菜汁什么的 对 同样的就是用这种不同的蔬菜汁做的小红包 你也可以不用去认真吃了 是 雨前老师遇到过什么好玩的添加料吗 配料 我们吃的其实都差不多 就是金晶两地对于鸭子的 反正至少在十几年前水平是几乎一样的 就是北京不会比天津高出多少 然后天津也不会比北京差多少 但近20年 这个差距就明显被拉大了 就是因为 就可以说是因为大董的关系 就是金晶两地的 是这样大董 培养出来的人 又开了很多其他的店 对 比如说圣用型 对 比如说圣用型 包括以前有一个师傅叫傅杨 也开过烤鸭店 那个师傅现在已经不怎么在市面上活动了 但是北京有很多的烤鸭店 你追溯源头都能追溯到大董 尤其是高端一些的烤鸭店 大董对于烤鸭的贡献非常大 是 大董这一会可以慢慢说 但是天津在这个方面 基本上会比北京慢五到十年 天津就是无论是从选押 包括它其他的 还是比较还原传统的那种 可能就跟其他很多路边的店就差不太多 就真的是不好吃 北京的店就像刚才杨光他说的 就是跳跳堂 什么五颜六色的饼 奇奇怪怪的 有家黄芥吗 主要是刚才一说到什么跳跳堂 什么金高条什么的 我就觉得他听起来就不高级 有没有 对反正跳跳堂这东西就不怎么高级 对 你要是搞点什么 我不知道 就是我不知道配料界有没有跟什么 鱼子酱 鱼子酱这个事我觉得可以值得单独说一说 但是我们就直接点名到姓 对 那个圣有星 圣有星他最著名的一个烤鸭是 就是鱼子酱烤鸭 他是在那个把你的鸭皮片成小方块 然后垫上那个应该是一个类似面包的一个东西 面包芯的一个东西 那这件事 然后上边放鱼子酱 但是这个东西不是他发明的 对不是他手创 这个是哈克桑发明的 是的 而且这个听起来已经不是说那个把鱼子酱跟那个什么哈密瓜条放在一个托盘点拿着 那不是 他是单独把那个皮片好 然后单独摆盘 感觉这是又二度创作 就是哈卡桑这个餐厅的是一个 其实是个英国餐厅 哈卡桑的这个发音其实是客家人的意思 哈卡 哈卡对 他是一个在英国就是相当于有一个很抑郁的概念 就是客家人 然后做了一个就是在英国做了一个find dining的中餐厅 然后这个餐厅现在就是他又开回了上海 然后他其实全球很多的这个 是个连锁米其林餐厅 是吗 是很厉害的一个餐厅 他们首创的应该是片皮鸭 那一道菜就是只有鸭皮 他就没有鸭子其他的这个部分 那个算是一个他们的首创 然后盛永兴这个菜呢 应该就是不管说抄袭也好 界限也好 反正就是把这个概念又做回到了这个北京烤鸭里面 但是不得不说他的服务做的非常到位 就是他上那个烤鸭的时候 是有三个人在鸭子边上的 一个人专门负责放鱼子酱 一个人负责切鸭皮 一个人负责摆盘什么的 然后所以就是他为了控制这个时间 我觉得这个是盛永兴带给烤鸭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理念 就是把服务提上去了 对就是因为烤鸭是一个很看服务的菜 一会咱们可以就是说这个这个事 就是烤鸭特别特别看服务 对 这是我非常看重的一点 是 就我对于烤鸭上菜时间这个事 是特别特别的看重 那么其他很多餐厅都有这个翻车的这个时候 但是唯独盛永兴 我在盛永兴吃了几次都没有任何翻车的情况 因为明显他们餐厅的这个创始人 对这件事非常看重 而且完全是按照就是我认为应该正确的一个上菜方式跟顺序来上的 就这个timing 对这个timing 就是我们可以先说一下怎么吃这个烤鸭 对 对 烤鸭呢 我上次我上次见杨光跟我给我演示过 他说我知道那个正规的正到正规的那个卷鸭饼的那个方法是什么 烤鸭SOP 对我刚才我当时还就是还就是偷偷看了一下 然后但是我现在又忘了 对不对 其实就是反正我先说一下我的方式 一会一会子杰再说一下他的认为正确的方式 我是在很小的时候在北京卫视看过一集节目 讲烤鸭的 然后那里边卷了一个烤鸭 然后当时我就认定 这特别特别的牛逼 特别对 就应该这么去卷 是怎么卷的呢 就是你先拿一个鸭饼 然后你再用一片烤鸭去蘸甜面酱 然后把这个酱磨满整张的鸭饼 磨薄薄一层甜面酱 因为这个保证的是味道的一个均匀 然后你再把这个烤鸭三片放在一个鸭饼的正中心 而且就是鸭饼是有一个中轴线的 就是你想象中的一个中轴线 然后你把它贴着中轴线放 然后在它的左右 你可以放黄瓜条跟葱丝 然后再把它卷起来 就是可以卷成一个不漏的一个形状 先卷左边再卷右边再下边再翻上 这就是一个既保证了味道的均匀 又保证了一个风味的平衡 因为你是有量的 三片鸭肉 然后什么一根红柿条 几根葱丝 就是它有一个风味的平衡和一个稳定 而且它不漏 吃起来比较就是优雅 我觉得这是一个 就是我一直沿用至今的一个卷鸭饼的一个方式 OK 仔细怎么卷 差不多 我觉得应该都差不多太多 也是就是你拿一张饼 第一片鸭沾满酱 然后在你的饼上涂 但我一般就只涂中皱线 我不会就是 那跟铅并的一个意思 就是因为你卷起来它是每一口 对 所以我就只涂中皱线 然后铺三片鸭 然后葱丝黄瓜丝 叠的顺序 我有要求 就是先横着折过来一下 然后第二折是从下往上折 然后第三折再过去 这样的话你就能保证你最后折出来的那个东西 不会再搭下去 对对对 就没有明显的那个松的地方 对对对 就要折就就兜住了然后吃 然后呢 我有个朋友以前在东京的全聚德打工 日本人是不会自己折 就是不会自己卷鸭子 所以东京的全聚德有卷鸭子的这个服务 就是服务员上来 就是当着你的面 然后用刀叉帮你卷鸭子 这个服务非常贴心 在东京啊 北京奥运会期间是 据说那个运动员食堂是有烤鸭的 然后他们给运动员吃的烤鸭 就是给你卷好了一张鸭饼 给你 不是那个就是给你什么一套 手握烤鸭 对他们也是用刀叉帮 我印象很深 对因为就是避免 避免就是服务员的手会接触到那些东西 所以他们所有的操作就是拿刀叉帮 这是个技术活 对对对 这感觉跟什么拿刀叉吃鸡适中 对就是你要多长时间内把这个鸭卷好 就是不然的话就凉了 然后卷了之后还不能散 还不能散 对对对 其实说到这个饼 我觉得有必要聊一下 有 因为现在的烤鸭店对于饼的要求简直太低了 几乎没有要求 消费者对于饼的要求也很低 所以我觉得饼这个事一定要好好说一下 就是说和一饼的这个应该是什么样子 和一饼肯定是要就是店里自己去烙出来的才行 而不能是预制的饼 因为预制的饼它特别的就是风味特别差 而且一回温就就是这一复热就很容易让人感觉出来 对而且它是粘在一起的 所以就特别特别的差 那么自己烙的这个饼其实网上现在很多教程都在教你自己做春饼和叶饼 其实一回事 它是把两个剂子摁在一起去擀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中间抹油和面 这样的话就是它可以擀薄之后 你再一烙 然后它中间受热有油 它就分开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很容易就撕开 因为你是擀了两张饼 你是按在一起擀的 所以它就会更薄 它两张按在一起主要是为了薄 主要是为了薄 主要是为了薄 然后所以你去看这个饼 你会发现一面有这种轻微的烙过的那种胶的那种痕迹 这个一般就都是店里自己去做的饼 尤其它的形状不是正圆 它可能差一点点 这个就是一个店里自己做饼的一个表现 而不是说去买的预制饼 前段时间我吃了一个烤鸭餐厅 就鸭子 其实北京的说实在的 烤鸭的水准还是相对来说整体比较高的 鸭子就正常 但是那个饼特别的难吃 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烤鸭体验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缓解 但很多人不重视这个事 所以我觉得大家下次去吃烤鸭的时候 看一看它的饼是怎么做的 你会发现就有的店真的是特别差 就是从外边买的这个饼 然后直接一蒸出来给你 你撕都撕不开 是 而就是那种热气一吞 然后整个饼就一点都不认 就那种回忆我也有 就感觉很多店里连发面死面 半发面这件事情还没搞清 这个饼本身面的制作过程就有问题 然后还有就刚才说到烧饼这事 空心烧饼 对 烧饼这事其实一直就有 但是其实你很少看到有店在做这件事 我前些日子看了一个NHK拍的 就是讲中国食物的纪录片 那套纪录片里边有一集是讲北京的 那个大概可能是解放初期 解放初期 然后他讲了很多北京的食物 其中讲到宫廷菜里边还讲了熊掌这道菜 然后他中间有一段是讲全聚德烤鸭的 那里边就说全聚德的烤鸭一开始是有芝麻烧饼的 但你看现在基本上都没有几家店在做这件事情 但是大董是把它改良成空心烧饼 说实话不是特别喜欢吃空心烧饼 你吃的特别容易碎 掉的哪哪都是 对我也不太吃 我小时候记得印象很深九花山烤鸭店有空心烧饼 当时觉得还是很新奇的 因为小时候在北京一些路边社区烤鸭店 吃的烤鸭他们就没有空心烧饼 后来吃了九花山的真的觉得不错 然后印象还挺深的 但据说空心烧饼这个事是大董创造的 反正我跟你们去吃大董的时候 就那个空心烧饼我就觉得就一般 我跟以前的那个印象挺像的 就是它特别薄 然后又很容易酥 掉的哪哪都是 它容易碎 然后所以就是吃到嘴的时候 它那个饼的那个存在感并不强 然后也没有觉得就是让这个口感 而且在这饼里面也很难把配料去均匀的 对在空间里分配 对 所以你很难就是保证你吃到的每一口的感觉是 一致并且好吃的 是的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我跟杨光还有雨贤去吃烤鸭的时候 去吃大董的时候 我就当时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是挺震惊的一个体验 就是大家 每顿都吃两只鸭子 对 就是大家点了别的菜 然后就是分享了这些别的菜都很好吃 然后也喝了很好喝的酒 不都是很好吃的 有一般的 当然也有不错的 然后就是酒也喝了 然后一只烤鸭吃完之后就大概已经晚上九点九点多了 然后我觉得在我的心里我觉得差不多了 就是这顿饭可以了 然后这个时候看着桌子上人都有一种意犹未尽的表情 然后欲言又止 然后确认了几番眼神之后 说我要不要再点一只 然后我就崩溃了 我说这不挺好的吗 都吃完了吗 就挺好吃的 可以了吧 然后发现大家对刚才那只鸭子有很多的微词 然后对服务员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 然后说我们要再来第二只鸭子 然后服务员感觉内心里也带着一定的崩溃 说我们从头开始烤一只鸭子要一个小时四十分钟 对他们这么说的 一个小时二十分钟 一个小时二十分钟 对所以就是这个鸭子上的时候 就是晚上十点多了 十点二十了 你们确定要吗 然后大家很淡定要 I was like 我当时就觉得第二天上班 真的要吃吗 然后当时发现大家都超坚定 然后说那行 那我也跟着体验一下 对就是阳光和雨前 还有你们的好朋友们 就大家的好朋友们 就是对于吃这个事有多坚持 就有这么坚持 但我觉得这两次 其实都是大懂服务的问题 就包括我自己之前和之后 再去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就是服务员并不大了解自己家店 到底是什么情况 也不是很清楚5.0跟非5.0之间的区别 因为我跟你们去了两次 然后我前后自己也去过两次 都是金宝街吗 有南新仓有金宝街 然后每次我得到的服务员的回答都不一样 我非常的困惑 我第一次去南新仓的时候 我预定的时候 我问你们的5.0要不要预定 然后当时接电话的人说 您最好定一下 这样我们确保给您上的是5.0 我说OK 我就定了 然后到店里的时候 我说我定了一只5.0 他说那就是当场的服务员 说我们不需要定 我们现在所有的鸭子全部升级成了5.0 所以您点的就是5.0 我说好那就吃 然后吃完以后觉得好糟糕 然后隔了一个月之后 就是跟阳光和风舟去的这次 当时他们是说我们的鸭子才刚刚升级到5.0 对不对 然后好像 然后我们就是点完了以后 他才说你们刚才吃的那个不是5.0 还是之前的 然后后来我又去了一次 去了之后我点的鸭子 我问他我要一只5.0 然后我亲眼看到服务员写上了 然后也下了单 然后过了一会儿 我说我再确认一下 我这到底是不是5.0 然后服务员说那您稍等一下 我让我们的负责人来跟您说这件事情 然后我过来问了一下 那个人说您点的不是5.0 如果你要定5.0的话 我们都是先好的 就像刚才阳光说的是 需要一个小时20分钟 所以只要你听到说下单就OK了 没有跟你确认过时间这件事情 基本上大概率都是之前的版本 所以你一定要再三追问你的服务员 是不是5.0 有的时候他们自己的人也不清楚 咱们碰到的就是这个情况 咱们两次其实都是这个问题 第二次在金宝街我记得也是 他坚持说第一次给我们上的是5.0 但是我们觉得那不是5.0 我觉得那两次都不是 那两次都不够好 或者说可能他对于5.0的控制有问题 当然我觉得他刚升级 这个事我能理解 毕竟是一个连锁餐业 所以他对于整个的管控 可能不是那么的到位 对服务员的培训也不够 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事情 就是主要集中围绕在这个大董 推出的叫什么苏不逆5.0 这个事情 对 这是 这算什么一款考 就这么说 就是先我先来简要介绍一下 就是再说一遍没给钱 因为我们也听过来了 这就我这么说 他肯定没给钱 大董 他们对于考验的改良 最开始是由于 就是当时是对于大众对于脂肪 比较恐惧的一个时代 就认为说这个鸭子太肥 就是东西太肥对身体不好 油腻 对 然后所以他们就改成叫酥不腻 就是不腻指主要指的是皮下的脂肪少 什么从30%多降到10%几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统计出来 当然这是一个口径 但的确就是大董的鸭子是偏瘦的 觉得不是那种皮下脂肪特别厚 而且因为这件事情 大董跟梁文道还在微博上互喷了好久 就不是微博是博客 博客时代 就是新浪博客的年代 当时特别有趣 就是梁文道应该是朋友招待 去吃了一次大董 吃完以后后来写了一篇博客 明里暗里揶揄了一下 就是说你看现在老北平的都市年轻人们 已经这种喜欢这种健康 清淡 清史 东北清史 就喜欢了这种风格 但是老北平的那种 就是油油腻腻 吃完满嘴油的烤鸭 已经边缘化了 这个时候他就提了一句力群 然后大董呢 然后大董就蹦出来 就一顿碰 说大概那意思就是你不懂 我做的好吃 你是逼 我觉得虽然我不是认同董振行老师的所有言论 但是这件事上我还是非常占大董 就是作为一个 就梁文道 不是一个北京长大的人 我当然没有任何地域的意思 就是说他不是从小吃烤鸭的人 他都没吃过什么 你吃完了满嘴油腻的这种烤鸭 他纯粹是从一个 就是一个文人的一个那种 感觉是一种自动的怀旧情绪出发 对就是nostalgia 对就是一种nostalgia 但我觉得这不是自己的nostalgia 就非常的 非常的 这个词叫什么 绞柔造作 所以在这件事上 我是完全不认同梁文道的 你自己没有在小时候吃过那种满嘴油腻的 很有幸福感的烤鸭长大 你凭什么 就是你他妈哪有资格去替我们怀念那种烤鸭 我是不怀念的 因为说实在的 我觉得现在偶尔吃到小时候风味的烤鸭 就包括我们家楼下那个玉林烤鸭店 我可能一年有的时候就有时候饿得正好 在楼下就去吃一下 偶尔nostalgia 体验并不好 是不是 对 它不是好吃的一个东西 就是应该说整个餐饮行业 在最近的 就是在中国1949年之后的这几十年 是明显有进步的 对 就我不怀念以前的食物 这除了某些 比如说西红柿这样的东西 就是因为它是由于一些特定的历史原因 然后 这个就是一些就不展开说了 但是大部分的食物都是完好了发展的 我相信 你给一个什么清朝的烤鸭 然后跟现在大董的鸭子比 肯定是大董的好吃 是 对 所以我觉得 再收回大董的升级 对 忘了 听你们讲讲大董的事 首先 我都不知道大董有这么大贡献 说实话 它对于烤鸭跟海参 我就贡献 首先苏不逆 刚推出的时候 就是所谓的苏不逆烤鸭 就是它脂肪变少了 然后苏不逆2.0好像是变得更瘦 然后就是所谓的皮更脆 当然1.0跟2.0之间的区别 我其实并不了解 但是3.0 4.0 其实不是大家吃的这种烤鸭 它是小厨鸭 就是一个更小的鸭子 然后它有一个烤的苏不逆小厨鸭 以及香茅草风味的小厨鸭 这个是3.0跟4.0 小厨鸭 sorry 我又不懂了 小厨鸭是类似 它是体格更小 还是鸭中乳鸭 这种感觉 没有乳鸭这么小 就是未成年鸭 两只乳鸭加起来那么大 可能20多天的 这个是3.0跟4.0 然后5.0才是一个对大烤鸭的升级 所以其实大烤鸭的升级 就是从2.0到5.0 就是不是说经历了5次迭代 明白了 这是鸭子上的一个升级 但是它对整个烤鸭的工艺上的改良 又是另外一件事 就是首先它改良了烤鸭的烤炉 以前的烤炉是方形烤炉 后来大董研究 反正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本人研究了 据说是跟航天行业有联系 就是运用了什么热力动力学 反正是跟北京的什么航天哪个部 一起搞了一个 就是说它的烤炉的形状是子弹性的 就是往后走是一个圆弧形 这样的话有效的让烤炉内的热空气的流速变大 这样的效果就是鸭皮会更脆 OK 当时就是一个convection 就是有热风的这种 对 风 叫什么风力烤 就是热风热风热风烤箱 这个好像听起来也能理解 就是它让空气更好 热空气更好流动 对 包括它后来跟Rational 就是应该合作了 做了那款烤炉的烤箱 对 就是他们现在所有小大董店 用的都是那种烤箱 你可以在名堂里看到 就是那个是大董 就是那个定制的一个烤箱 OK 对的 当时他们跟西门子好像 还是西门子还是Rational 我忘了 我记得是西门子 他们就是专门研制了一套 定制的烤鸭的电烤箱 那这是挺厉害的 就是从烤和鸭两个方面 不止这些 包括鸭的整个一个准备工艺 其实北京现在的这种高端烤箱 基本都是按照大董这套东西出来的 但是摄影星说他们的鸭子是不打气 所以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古 但是就是好吃程度是差不多的 另外我觉得他最大贡献就是摆盘 就把这个片鸭的方式做了一个标准化 你是能看出来的 就是现在的这种片鸭方式 基本是就是说传统片鸭 强调的是我片出108片 OK 然后但是这个108片 其实对于现在鸭子不是特别好 因为你鸭子不够大的话 你要强行的片108片 就是每片很薄 对啊 就是口感不好 那么现在的片法 基本就是把鸭胸这一块 先这个皮 单独拿出来 对 然后是从鸭腿开始片这个肉 脸皮带肉的部分 是摆在盘子里的 就是下边的靠边的部位 然后一些剩的 这个不是很好看的肉 放在中间 然后最上边是盖这个鸭胸的这个皮 所以就这一个形状 就是整个这套工艺 是在大董这边定型 然后并且去开枝散叶 然后这我是觉得这也是一个 算是目前所知道的 烤鸭里边最好的一个呈现 烤鸭的一个方式 所以你可以说 它其实从零到 就是全过程的一个产业性的升级 对 但是那这除了美观以外 有什么更实际的这种意义吗 就像说摆盘或者呈现这个摆盘 还有节约时间 就你真要骗出108片来的话 一个时间消耗太长 等你骗完了都凉了 这个我同意 二一个就是108片 好几盘呢 就108片听说特别形式主义 对 就跟狗里包子18个这样 千万不要数 根本就没有18个 多了有多有少 一个天津人内心的呼喊 我印象中 咱们吃烤鸭的时候 它是一只鸭的能骗出两盘肉 标准的就是摆两盘 但是两盘的摆盘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 它是左右对称的 我有一点印象 但是印象不深了 我就觉得 听你们这么一说 我觉得也有道理 本来我就觉得 你说摆盘 这不就是一个 从刀下到嘴里 这么一个过渡的 这么一个过程而已 我本来不觉得 摆盘是一个特别重要的 提高效率 你就可以少请几个 切鸭子的师傅 但同时它对味道是有影响的 就是它 骗出来之后 你其实可以先吃上面的皮 因为蘸白糖吃 然后肉你可以卷饼吃 它是把鸭子最精彩的部分 呈现给你 它不是说像有的餐厅一样的 我觉得就片成 就是那种 摆成玫瑰形的那种 大逼餐厅 就是看照片 这餐厅就不要去 因为它不是很懂烤鸭 我感觉 感谢你收听 光顾着吃 一档由建筑师杨光 和音乐DJ方舟 共同呈现的美食播客 在本期节目中 我们与嘉宾 雨前雨阶 讨论了北京烤鸭的起源 吃法 传统与改良 在下期节目中 杨光会和大家分享 他对烤鸭店服务的见解 并和雨前雨阶 一起逐家盘点 北京各大烤鸭店 敬请期待 光顾着吃 又吹又黑的 北京烤鸭红黑榜 光顾着吃 由阳光选题 设计 方舟录音制作 二人共同策划并主持 可以在你收听节目的 平台的评论区留言 告诉你的所思所想 也可以在各大社交平台 搜索 阳光下滑线 建厨师 与线性方舟 我们下期节目 继续畅聊 北京烤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